9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连续第二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两党对其再次发出严厉批评,指责称美国从阿富汗的撤离行动充满政策失误。 另一方面,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威写称,如有必要将传唤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其他官员,以获取其关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混乱局面的证词。 布林肯解释称,美国官员没有预料到塔利班会如此迅速的推进,也没有料到美国支持的阿富汗部队会在11天内溃败。 此前,在13日举行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现场充满火药味。 美国的秋冬流感季即将开始,新冠疫情仍燃烧中。 据《华盛顿邮报》9月14日的报道,CDC表示,以取得足够科学证据,同意民众同时接种流感疫苗及新冠疫苗补强针,且不会导致副作用加剧。 对疫苗反应剧烈者,可以选择错开两种疫苗接种的时间。 对于想要同时接种两款疫苗,CDC给施打机构的指南是,打针的部位要错开一寸或以上,接种于不同手臂则更好。 今年的流感疫苗可抵抗四种不同的流感病毒株。 免疫行动联盟指出,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力可维持至少6个月。 专家强调,认真看待今年流感的风险,让自己对新冠及流感两种病毒都有抵抗力,相当重要。 9月14日,加州举行州长罢免投票。 截至15日凌晨3点,同意罢免纽森的比例为35.3%,不同意罢免的比例为64.7%,纽森将继续留任。 他的主要对手,脱口秀主持人拉里·埃尔德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44.7%的选票。 据统计,超过850万人对罢免问题进行了投票,但约有460万人选择了可能接替纽森的人。 纽森成功阻止罢免后,14日当晚向选民表达了感谢。 美国外卖配送公司Doordash9月15日对纽约市提起诉讼,原因是今年夏天,纽约市议会批准了一项法案,要求快递公司必须与旅行订单的餐厅共享客户数据,包括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和送货地址,除非客户选择不共享。 该项法律将于今年12月生效,但Doordash坚决反对这项法案,称其违宪破坏了纽约市居民的隐私。 根据起诉书,这将迫使Doordash修改其服务,从而减少提供给餐厅的资源,减少快递员的收入机会,减少纽约市客户的选择。 今日的这起诉讼只是外卖平台和监管机构之间一系列投诉中的最新一起。 上周,Doordash,GrabHub和UberEats对纽约市提起诉讼,原因是一项法案将使疫情期间设置的紧急送货费用上限永久化。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官员9月15日宣布,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发布一项新卫生令,要求酒吧、酿酒厂、啤酒厂、夜总会和休息室内的室内区域的所有顾客和员工提供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赞助人和员工将被要求在10月7日之前至少接种一剂疫苗,并在11月4日之前接种第二剂疫苗。 该命令将强烈建议,但不要求对餐厅的室内部分进行疫苗验证。 此外,还将要求所有参加者、员工和户外大型活动的参与者在72小时内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病毒阴性检测结果。